大家好,我是刘淼 今天我来跟大家一起学习第16课的语法内容 基数词31到100的用法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基数词31到100的用法 可以具体分为以下几种 我们来一次学习 首先看第一个,整数位后面 从30,40,50一直接触到100 后面搭配的是负数第二个的形式 那我们知道30一直到100的这些具体的 怎么读,怎么写 这个是需要大家在课下自己下功夫的 那这里面需要大家关注到的一个是40 它是完全不同于我们30和后面的前后都不一样 因为它完全没有4这样的一个词根 那这个是需要大家单独记得 还有一个地方是级维诺斯的 也会跟我们前面的70,80有一点不同 最后一个就是大家要记得 在所有的重音系列里面 70和80重音在前面 我们一定要读的是 7和8和8 那在30整数位后 我们要是后面如果 这个个位数的部分如果不是0的话 这个时候咱们是怎么构成的呢 我们讲的是它是合成数词的用法 也就是说如果是31的话 就是30加1 比如说31我们会看到 它就应该是31,41,21,21 一直往后 那我们看如果是个位数是0的话 就是整数位 后面搭配的是附属第二格的形式 那如果是个位数上是1的话 会是怎么样的呢 31到91我们会看到 它与数词1的搭配是相同的 比如说为大家举这些例子 大家自己看一下 多少张桌子呀 31张桌子 这个时候呢 stool的变化形式同1 因为合成数词 我们的规则是 合成数词和名词在一块连用 我们指名词的变革 由合成数词的最后一位数词来决定 比如说合成数词是31 那我们这个桌子就应该跟1是一致的 那不仅是31 131还是跟1一致 对吧 1131仍然是1stool 后面这两个仍然是1stool 继续往下看 31闪窗 好的 我们个位数是1的就学习到这里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个位数是234的情况下怎么办 那分别是32到34 一直到92到94 那根据我们前面所学习的知识呢 我们说合成数词和名词在一起连用的时候 名词的格取决于合成数词的最后一位数 也就是说32到34 92到94 它都取决于数词234 也就是我们后面所写的 这样的一些合成数词跟名词在一起搭配的时候呢 它们后面的名词是和234的搭配是相同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234我们都知道了 它要求的是名词单数第二个 来看一下具体的例子 42个房间 74位大学生 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个位数是5以上的应该怎么办呢 35到40 95到100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会知道它就跟5以上的这些数词和名词连用的规则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它也要搭配名词附数第二个 我们来看一下 55间教室 96棵树 好的 那我们的用法呢就学到这里 下面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在我们这一课里面 我们主要学习数词31到100 主要把它应用在哪些对话上呢 哪些情景中呢 我们会看到 当我们讨论物品价值的时候 也就是说物品价钱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到数词加名词词组的形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提问的句型是 也就是说什么东西值多少钱 很明白呢 回答的句型是 这个包多少钱呀 包是100卢布 好我们来看一下货币单位 对于我们目前呢 我们先学两个货币 一个是俄罗斯的货币 那我们知道 那数词和名词 数词和名词在一起的时候 名词需要准备几个格呀 三格对吧 一个是第一格 一个是单数第二格 一个是负数第二格 那么可以看到 单数第一格是Rubli 单数第二格Rublia 中间在后面 负数第二格Rublia 那相同的呢 还有我们中文的货币 我们就是音译过去的 叫做愿 大家可以把它读得更像俄语的词 而不是说中文的圆圆 这样不可以的 我们要读这种音译词的时候 要把它按俄语的调子来读 我们要把它读成 元 单数第二格 复数第二格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相交多少钱 根据我们前面所学的内容 48后面的名词 要和8保持一致 对吧 8要求负数第二格 所以说是48Rublia 好的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些练习 сколько стоят 布鲁锅 空中文的 布鲁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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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Rublia 就是 ±鲁锅 继续 好?好?好?超鱼太âmpord 乩跡. 好?好?整个会и 啦 你好? 几点ğl 什么?这个 что 那个里面? 就是 44一avy Chat 正要问 算搬破 哪些吗? 什么?团个换 oa tampocouses。 本不质 人法依卿 Six济县 六十五 跪 Mind 好,我们继续看,还有几道题 最后一道题 我们看到所有的答案,请大家仔细看了 五十三鲁同的是三鲁单数第二个 七十五鲁同五以上的变化 七十五鲁副数第二个 三十六鲁同六也是副数第二个 三十六鲁同一对不对 五十一鲁单数第一个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练习二 用括号中的数词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跟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问题了 你们大学里面有多少个系呢? 我们看到四十二 在这个商场里面有多少个系列 六十三位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商场里面有多少个系列 在这个商场里面有多少个医生呢? 这个高高高的建筑里面有多少层呢? 在这个商场里面有多少个系列 有六十七个博物馆和剧院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练习三 练习三就是更常识的一些问题了 看我问到你的时候 你能不能马上的把它回答出来 看第一个 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в январе? январь,一月份 一月里面有几天呢? в январе тридцать один день 三十一天 следующий 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в феврале? 二月份有几天呢? в феврале двадцать восемь дней следующий 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в марте? 三月份有几天呢? в марте тридцать один день 那一月、三月是一样的,对吧? 二月有二十八天 следующи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一道题 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в апреле? 四月份有多少天呢? 那不同于一、二、三月 四月份我们知道是三十天 我们看一下答案 в апреле тридцать дней 最后一道题 сколько минут в часе? 一个小时 一小时里面有多少分钟? все мы хорошо знаем, да? в часе шестидесят минут 有六十分钟 好的 那我们数词三十一到一百 就跟大家一起学习到这里 咱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好, спасибо